有關本日網傳影片 與本轄高雄捷運左營站 周遭有民眾移遭牆賣物品疑案 經查違規地點 為本分局博愛事務派出所轄 為目前尚未接獲相關報案 經檢視影片內容 民眾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一項第三款 牆買牆賣物品或牆索物品者 處三日以下居留或新台幣一萬兩千元以下罰款之規定 鑑於網傳影片並未提供具體時間 警方將針對該處規劃警力執行巡守勤務加強取締 左營分局呼籲 若民眾發現任何不法 可立即撥打110報案 轄區援警貨報後 將立即前往處理 以為民眾安全